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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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是谁选择这个音乐做的这个PPT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这个音乐是 是那个歌剧巴黎圣母院的序曲 我记得我05年在阿里 就是自驾车走的时候 我的光盘里一直放的是这个音乐 有的时候一个声音会 就是让人会有一些情境的一些记忆 我刚才听到这一段音乐 因为很久没有听到了 我就忽然就特别想哭 刚才上面说我的西藏的名字叫杠茜茜 这是一个西藏的一个朋友给我起的 他当时跟我说杠是杠人波齐的意思 错是马庞雍错的意思 他对我说他起这个名字 当时是为了给他的女儿的 但后来他说觉得这个名字太大了 他就说想送给我 我非常喜欢我的这个名字 其实还是应该说一说阿里的 阿里 离拉萨 它还有1600公里 它有34万平方公里 这么说吧 就是它的面积相当于10个台湾省这么大 有9万的农牧民 生活在134个行政村这样的一个土地上 大概就是说包括杠北无人区 它4平方公里上才有一个人 我们就是坐在这样的地方的 03年非典 我记得当时我就在家里头看电视 每天看王石他们登珠峰的那个直播 最后当他们终于在有一天成功了登顶 在珠峰顶上展开了五星红旗的时候 可能我很爱哭 然后我当时就哭得稀里哗啦的 然后第二天我就跟我的另外一个朋友叫任伟杰的 我们两个人一起就开着新买的一辆路股车 就说去西藏 我们就走了 然后那个时候也没有GPS 我们也没有做很多的很充分的准备 就拿着一张地图就上路了 记得那一次我们走了五十多天 从青藏县进去的 从新藏县出来的 走了可能两万公里 我从出发的时候我在想我的有点目的 我就给我自己印了个名片 小小的 上面写的叫西藏教育原生态考察员 因为我觉得我是个女人嘛 又是个母亲 本能地会比较关注孩子和教育 一路看了很多的学校 那些日子我们两个人经常会开 一天开十九个小时的汽车 然后轮流地开就睡三个小时 很疯狂 然后那个时候的阿里不像现在 现在大家都知道 通了飞机也通了百游路 而那个时候的阿里完全连沙石路都没有 全是要靠就是要过很多很多的河 要翻很多很多的山 完全是就是摸索地沿着前车之辙的那种印子往前走 去往阿里的 我就是那样的 真是无知者无畏洒大胆地 就去了那个地方 记得是有一天的中午 有一天的中午 我们开着车 然后就远远地看到有一个村庄 然后再近一些的时候 我们就看这个村庄就像被原子弹炸过了一样的 一片废墟 我们就逐渐逐渐靠近了 一看清山市所学校 然后周围全是废墟 没有人 没有树 什么都没有 然后我就走进去 整个校园中午嘛 没有什么人 然后我就看到旁边有一个裁房 裁房样的一个房间 我就进去 我就说看到一个男人 棚头垢面的 我就问他 嘿 校长呢 他就很紧张地站起来 跟我说 我就是 哎呀 当时我心里 特别特别地就是 特别特别地 就是我很惭愧 我觉得很羞愧 我就觉得 天哪 我觉得我刚才很不礼貌 然后后来我就问校长这是怎么了 校长就说 因为这整个村庄都搬迁了 全部搬到三十公里以外的一个 叫塔尔庆的一个地方去了 到那个地方去了 整个乡搬迁了 因为学校没有经费 所以就走不了 就只能在这里干耗地等着 然后我就跟着他去参观 然后走到宿舍 当时孩子们正在睡觉 有时候五六个七八个孩子挤在一个小床上 裹得破被子 然后地上散落的一地的小鞋 没有一支不是破的 然后孩子们 女孩子头发都是板结的 可见是很久没有洗过澡了 然后 后来我又跟他出来到了教室 教室还没有来得及擦的 那个黑板呢 上面写的一首诗 大家都很熟悉的 就是那个 《远上寒山石敬邪》 《白云深处有人家》 当时我看了这首诗我就真的发呆 我就在想 天哪 在这样的一个荒凉的 就是寸草不生的地方 这地方的孩子们 他们是怎样理解这首诗里头的那种意境的 对吧 《霜夜》 《风铃晚》 《二月天》 我就觉得简直是没法想象 然后看看墙上挂的那些海报 就是当时可能是 挂的是 我记得有《香港回归》 有上海的那个高铁 那个高速铁路 有什么什么什么那种 就宣传我们国家社会主义星气象的各种宣传海报 我当时我就在想 天哪 这一切离他们都非常非常的 或者说那么那么的遥远 我就觉得 当时就觉得心里特别地尴尬 很惭愧 后来我又跟着老师又继续参观 又走到了一处 又走到了一处 那个 叫一个文体教室 那个文体教室的那个 我就问他有些什么样子的文体器具啊 那个校长就赶快就指着破桌子上的 两个砂锤和几个跳绳的那个绳 我就再也什么也不敢再问下去了 当时我心里就很难过 后来我赚了一赚 在当地赚了一些日子以后 我就决定建四所学校 当时 当时不是有个希望工程吗 说是建一所学校五十万块钱 就可以建一所学校 我就很当然地想 二百万块钱就可以建四所学校 我看了四个地方 包括其中还有一所学校是在喜马拉雅山的南路 在那个印度的那一边 我当时从县城出发 是开了两天车骑了一天的马才到的一个地方 我就当时给我当先生张宝泉打电话 我就跟他说 我要做一个学校 我说的就哭了 他一下子 他马上就明白了 就答应了我 就说没问题咱们做 做四所学校 两百万 就后来我急着在那一带地方 再转再走 再转再走 后来我发现情况不对 后来我又给他打电话 我说 我还没说话就先哭了 他就说 是不是钱不够 要不然咱们五百万 我说 是的 后来就又变成了五百万 后来我又继续在那又转 走 后来我发现不对 不对 不是五十万就可以建一所学校的 或者说不是所有的地方五十万都可以建一所学校的 可能有的地方可以 因为我在那方到处调查 我就发现 三下的水泥 所谓三下就是新疆那个地方 三下的水泥是三百块钱一吨 在当时 但是运到山上就是一千三百块钱一吨 不管是一块玻璃一点水泥 任何一点的就是建筑材料甚至木头 因为当地没有一点木头 就是被运到当地都会变得非常的高昂 所以后来我就决定用一千万在那做 开始做了我的最早的工艺 就是在阿里做了四所学校 这是一开始 我开始也想得很简单 我就在想 就把钱给教育局嘛 他们去做就行了 到后来我发现在过程中 情况不是那样子的 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说 有时候 你现在会体会得赚钱不容易 我承认我自己出身是个商人 赚钱不容易 但其实想花好每一分钱也是很不容易的 就是说在那个地方 就是说最后会导致我把钱一千万打过去 结果账号是我和部队还有地方共管的 结果会导致这个钱在花的过程中就出了很多问题 后来我想不行 原来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的 我就决定算了 我自己来做这个事情 我当时我就调动了施工队 调动了管理人员 监理人员 就所有的东西都是从三下 就是派上去的人 运上去的材料 然后当时我记得最早跟我开始参与阿里的事情的 那个时候有建筑师王辉 他给我做的当时学校的设计 学校非常地漂亮 然后在寻山的脚下 就是面对的杆尔波旗 前面就是马旁拥挫 那个时候 那个年代 基本上山上都没有原藏干部了 都已经走了 留下来的只有本地人 吃的只有是风干肉和沾巴 然后大家交流上也有些困难 为了说清楚我们要做什么 王辉也不惜 就是边吸的氧气边跟人干的清磕酒 所以我当时挺感动的 我也挺感谢王辉他们的 所以那个时候 刚开始的时候特别不容易 什么事情都得靠自己做 一趟一趟地往山上跑 我记得我出去跟人说一会儿话 再回到屋里头 刚刚人家给我打的一桶水 结果立刻就变成了一个大冰坨子 那一段日子真是挺艰苦的 但是我却感觉非常地激动 就是一直很亢奋地很高兴自己非常地投入 后来就是开始做学校 后来05年我又有一次自驾车是走大北线 经过了一个叫尼木县的一个地方 中途遇到了一个村里头一个老太太 跟我要有没有止痛药 说阿家有没有止痛药 后来当时我就从我的 我每次进账都会有个习惯 我在我的车的后备箱里会放一个很大的药箱 然后呢那个里头装了 我可能认为用得着的各种的当地可能用得着的药 然后呢我就打开我的后备箱 那个箱上有一个红十字呀 一看我的这个药箱 当时一下子就 就在我的车前就赞成了一六的箱名 他们就自发地就赞成了一对 等着我给他们看病 我当时想天哪 我不是医生 我不会看病啊 后来我就尽我自己所知道的一点点 给他们把药给他们 后来药箱里头就剩下了一根体温表 一个开塞路 还有一盒安眠药 因为这个是我不敢 没有用没法发的东西 其他的全发光了 就这个事情呢我就触动很深 我就在想 当时国家的医疗是做到香一级 我就在想 那么我是不是可以做香以下的呢 后来就从那一年开始 那是05年 正好国家也开始支持这些民间NGO组织了 然后我们也批准注册成立了 我就赶紧批准成立了一个 苹果慈善基金 然后我当时就想做一个事情 就是做乡村医生 然后呢 当时藏区阿里那地方的老百姓 特别地崇拜毛主席 家家都挂毛主席的像 所以我就想 我就说给自己的工程起了个名字 叫赤脚医生工程 然后后来从05年一直到现在 持续了六年 然后我们给134个行政村 培训了大概有260多名村医 然后后来我们又发现就是 当地的婴儿的出生的死亡率 出生率很低但死亡率却很高 而且当地的妇女不愿意让男的接生 她们的生产往往尤其是牧区 往往就是自己拿把剪刀 就到远处搭一个帐篷 就去生孩子去了 如果生的活的就抱回来了 如果要是死了就在外面了 我觉得这个作为一个女人 我心里当时觉得特别地难受 我就觉得我应该再给每个村培训一个接生员 所以我又给后来就是随着赤脚医生工程同步的 我又给每个村培训一个接生员 最后我们培训了大概有141名那个接生员 女接生员 然后农区呢我就试图去给他们村一起建医疗点 建那个村医务室 这就是我刚开始做公益的那一个阶段 那一段时间我总是就觉得是 哎呀就是你需要什么我就想做什么 或者说是我就觉得 哎呀我为什么事情而感动了 我就觉得哎呀我得赶快就去做这个事情 我觉得那一个阶段是非常感性的一个阶段 后来随着这样的在座的时候 后来又有一些事情触动我 就有了一些变化 我们有一个很荒唐的事情 就是什么呢 给每个学校还配了一个拖拉机 干什么呢 当地牧区 就是很多小孩啊逃学不上学 然后很多家长呢 就是也是不支持孩子上学 然后当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结果就有一项什么任务呢 就是要去把孩子从各村各地给抓回来上学 我们配个拖拉机到处去抓孩子 真的是这样子的 抓孩子回来上学 然后后来我就有一天我就在想 到底要做些什么样的事情才是他们所要的呢 对吧 这公益真的不是就是说 我想做什么就逼着你接受什么 我有钱我施舍你 其实我觉得这不是 这绝对不是 全晚就说我觉得城里的人不能这样想问题 后来我就记得当时有一个事情深深地刺痛着我 怎么呢 就有一个妈妈 我就问她 我说你为什么不想让你的孩子上学呢 我跟她讲了读书一系列的好处 讲讲讲讲讲到最后 她看着我忽然问了我一句 我的孩子在你这读完书以后将来能当县长吗 我听了以后我就说 这我不能保证啊 她说 那就是了 县长当不了 将来羊都不会放了 怎么办 呀 当时这个事情我心里就轰的一下 我就觉得非常的难受 我就忽然知道 就是说 做公益真的不是一厢情愿的 你知道吗 所以后来我就在想 是的 我们应该关乎他们的需要 他们生在这块土地上 长在这个土地上 世世代代主主辈辈 就是怎么样子能让他们过上更好的生活 怎么样是他们所要的 我就在想 也许要关注他们的未来 孩子们的未来 所以我就想到了职业教育 所以我从06年又开始尝试着和西藏登山学校的尼玛校长 可能在座的很多人也认识 就是尝试着在定日做高山职业祥导培训 然后后来呢 结果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 又听乡里头的领导讲说 一个藏医学校面临的困境 这个藏医学校 它其实是一个叫单真忘扎的一个药师 大医师 其实也是个活佛本教的 它创立的 九十年代创立的 这个学校就集教学 医药研究和诊疗 就是免费地为周边老百姓看病 所以在当地具有很高的威望 但是这个活佛在07年的时候 他过世了 结果这个学校就面临得无以为继 其实他真的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位老人 他百岁年龄 然后还经常带着学生们上山采药 给学生们传医受到 真的很让人敬佩的一位尊者 但他的过世导致这个学校可能就无以为继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就觉得我应该赶快把 我就觉得苹果基金会应该把这个学校接下来 当时我这个项目也是一场年是投了2000万 然后现在就给学校新建校舍 包括给他们建宾馆 建制药厂 建什么什么 其实我希望将来能够学校能够自己能够将来良性地把自己养活了 现在我们还给学校争取到了在这里上学的孩子将来毕业了 可以拿到一个终端文凭 然后凭这个我们到政府也争取了公益性岗位 这样子他们就有很多人毕业了一夜以后 就可以直接地去当我们那些赤脚医生村医等等的那些岗位 然后就可以有职业 有收入 所以这个项目现在进行得也挺好的 就是大家都知道 然后阿里这个象征文化实际上它其实也是藏文化的一个源起之一 所以它孕育了一个当时庞大的一个古国王朝 所以有一个古歌王国可能很多人都去过或者从图片上看过 就是说非常的灰红的一个建筑群 一个宫殿建筑群 但是在它的周边像东嘎 坯央等一些地方 就是洞窟以及民间散落了大量的就是古旧的经书 就像图上的这些 这些是一种金枝的那种经院 它怎么呢 就是我们这个项目就想致力于这一类的这种古经书的保护研究和展示发掘 做一个古经书博物馆 因为这些古旧经书它都是用金粉写在那个就是喂在狼独草的那种金卷上的 特别的珍贵 都是五百多年前的 所以现在就是大量的散落的 甚至我曾经有一次就是经过一个地方 因为是冬天特别的寒冷 当时也有四川的工人在那地方围着取暖 结果我走近一看 他们就在用这种纸在烧着取暖 我当时就觉得这个事情必须赶快做 就是我们不能等 我觉得我的工艺是从一个感性的过程 从开始有那种很理想主义的 就是那种想到什么 让我一感动一哭我就去做了 然后逐渐地发展到我觉得需要一个团队 需要更加的专业化 需要更多的力量的参与 逐渐地我就开始在思考 就是到底应该怎么样地做我们的苹果基金会 我们的工艺应该往哪里走 苹果基金会走到今天也十年了 然后我逐渐地就是开始意识到 就是说应该把这个基金会逐渐地 它更加地要开放更加地社会化 就不是仅限于我自己每年拿个五百万 一千万 每年拿五百万出来就是做一做 或者周围的朋友们一起做一做 不是这样子的了 所以我就觉得我希望把它做成一个平台 一个开放的公众的平台 有更多的人来参与 随着我们这么做着做着 就是苹果基金会 就十年过来 它就变成了 现在就成了面向藏区最大的一个非公募基金会了 我们现在是面向藏区最大的一个非公募基金会 因为西藏的地方偏远 山高路远 很多想落地西藏的项目 他们都没办法操作 都落不下来 所以很多 我从去年开始 我觉得苹果基金会也是时候了 可以做一些就是 就是让大家共同来一起参与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就是参与到公益里 是一件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我想把这种感觉就是分享给大家 所以我们就开始做环山 刚开始我们说做环山赛 后来实际上我们就做了环山捡垃圾 去年的时候我们组的一个队 大概有30多人 36个志愿者 然后去环山捡垃圾 其实也就是捡了280公斤的垃圾吧 但是你要想想 全是白色垃圾 这个时候我很欣慰的是 去年我在山路上 基本上看不见电池了 这点我特别欣慰 我觉得这里头有我很多功劳 还有就是 以后我们想每年都把这个 环山捡垃圾的事情给做下去 目的不是为了 就是当天捡多少垃圾 其实更重要的是 通过这样的一种行为 去示范和带动更多的人 来关注阿里 关注神山 关注环保 然后通过去告诉大家 就是我们每个人的 就是一点点的力量 其实都可能会是一个很深远的影响 我很热爱阿里 我觉得我是当地人 我希望大家就能够理解我一点 就是要想让当地就是好 不是说是简单地把孩子 就是让他们 就是强行地给予他们什么 我觉得可能还是要关注他们需要什么 就是怎么样子围绕他们的需要 为他们做一些事情 然后能够培养他们 然后服务他们自己 然后做更多有利于家乡的事情 他们的生活 通过他们自己的努力 能够得到改善的话 我觉得这个意义是更大的 我讲的太多了 我不讲了 谢谢大家